2013年是刘谦第四次走进春晚的舞台了 神奇的魔术给观众带来了异样的视觉讲授 但是一种热身表演就使人看到木灯头灾了 下面就来看一下这个魔术的奥妙所在 酒杯是如何穿透红酒玻璃瓶的呢 首先要明白的一点是正常条件下 完整的酒杯是不可能穿越酒瓶的 因此这个魔术的关键就在于那个酒瓶 酒瓶当然不是一般的酒瓶了 可以看到在大幅运动中刘谦的食指始终没有离开酒瓶 而且在倒酒的最后几秒竟然都酒了 按理说酒瓶身是不会漏的 再有就是为何酒瓶里只有一口量的红酒呢 刘谦在把酒杯穿过酒瓶时 为何不竖起酒瓶让观众看呢 种种迹象说明这个酒瓶是特质道具 再看刘谦右侧的两个女人和左侧的那个男人 肯定是团 从此之中这几个人的表情就是一直怪怪的 娱乐酒瓶搜集封 到此之后